插畫人物跳出繪本 吉米廣場開幕 不管是向左走向右走的男女主角 還是地下鐵裡四處散落的行李箱 這些繪本裡的人物 場景 跟著知名繪本作家吉米 一起走出書本 我只能說真的是非常非常榮幸 可以把作品放在宜蘭的路邊 讓大家隨時都可以走進來 全台首座吉米主題廣場 昨天上午在宜蘭火車站旁揭幕 這座占地八百坪的廣場 結合了三部吉米繪本的作品 包括星空 地下鐵 以及向左走向右走 身為宜蘭人的吉米 看見自己的繪本作品 能在老家實體呈現 感動又高興 在宜蘭這邊會有一個 比較有趣的空間 可以讓大家散步來玩 然後它是公眾的順便好 昨天一早就有數百位吉米妮 到現場排隊索取 吉米親自發送的繪本圖樣限量貼紙 並在現場開心拍照留念 這次有看到一些畫裡頭的東西嗎 很喜歡 對 搭乘是 現在是在現場排隊索取 有這樣一個主題嗎 有最喜歡哪一個 像左走 像右走 好 我走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我還滿喜歡的 宜蘭縣政府透過都市更新 把宜蘭火車站旁的舊宿社區 規劃成吉米主題廣場 未來將和宜蘭轉運站結合 吸引遊客駐足 動新聞好可愛喔 報導 1 2 3 4 6 7 10 10 11 10 10